透過你的條件 幫你過濾出適合你的物件 那這邊有一個案件 是比較符合你需求的 運動數位建檔的房屋 依照客戶需求搜尋 馬上就能找到符合 屋林屋況的房子 在電腦上操作 可以360度 無障礙全視角的上屋 現在運用科技 找房看房 已經不用到現場 就能將屋況 還有周邊的環境 整個一覽無遺 尤其在疫情影響之下 將遠端看物的需求 是急速的增加 所以對房仲業者來說 不只是需要業務的技能而已 包含了科技 數位 人才 也會是未來爭才的重點之一 全台房市熱度不斷攀高 台灣五大房仲業者 年後將擴大爭才 開缺數達到1.4萬名之缺 房仲搶人大戰即將開打 在全球疫情反覆 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經濟是連續兩年 都是逆勢成長的 那這樣子也反映在投資的 不動產的投資市場上面 跟著也帶動了 這個表現相當的亮眼 像是在去年2021年全年 全台灣不動產的交易金額 就達到了4256億元 那這樣表現亮眼也帶動了說廠商 現在有爭才的需求 除了像業務同仁 第一線的業務同仁 來做銷售之外 其他也包括科技 或者是醫護 或者是在多元的企劃當中的 這些相關人才 也都會去大筆的招兵買碼 所以以今年的爭才人數來說 確實比去年還增加一層左右 其中開缺數最高的是 永慶房屋目標賬目5000人 台灣房屋也有3200人 駐商不動產3000人 信義房屋和中信也開缺上千人 而在疫情退破 助然之下 原端看房趨勢擋不住 早就有房仲業者看準商機 從VR、MR技術著手 人力需求也深耕科技數位人才 培訓課程越來越多元 我們包含業務、經紀人、服務專員 然後還有數位行銷、資訊專才 還有大數據專才的夥伴 所以我們在20年前就已經投入建構我們的科技團隊 已經打破消費者傳統的看物模式 從影音看物到網路看物到真人實境 跟我們在疫情期間所推出的專人導覽 我們整體的科技人才的需求 跟往年相較之下 隨著我們規模不斷的擴大 應該會目標增加至少二到三成的人力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規劃了一個智慧型的訓練中心 那它就是跳脫以往比較教學式的這種互動 那去增加比較多科技的或者是視訊 也包括影片 所以它是多元的一個教學的型態 去讓業務同仁不僅是光看圖片去了解 包括物件上面它有什麼樣的差異 也包括它可以透過互動式的去演練 去模擬如何去做好基礎的一個解說 帶看或者去延伸 怎麼樣去讓客戶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其實要進入房仲業務的工作也不簡單 培訓課程包括客戶開發不動產說明 還有專業繪圖等等 至少得花上一個月 再開始讓物件這些都只是基本配備 現在還要結合數位轉型大數據分析 才能更快開發出新客戶 其實很多產業都開始著手數位轉型的計畫 當然也包含了這兩年表現相當亮眼的 營建不動產業 那像是有一些房仲業者 就在大力的招募數位相關的人才 那釋出包含了像是軟體工程師 大數據分析師 還有數位轉型的PM 以及資訊行政助理等等的職缺 預估會釋出超過100多個相關職缺 房市買氣火熱 業界預估2022年仍是備受看好 要讓房仲業的正常從市場交易量 延伸到人才的搶人卡位戰 TVBS新聞許國恆留軍台北採訪不到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